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本上来讲我们来自同一个源头 同一个源头 所以我们跟任何一个文明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同一个源头 这是大家在不同的时刻 包括人类也是 包括最愚昧的那个也是 什么动物啊什么的 我们认为最愚昧的生命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随迷失的更重一点而已 所以高等的生命会来帮助我们去回到源头 有些我们太愚昧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帮到我们 就是说你跟一只猪是没办法讲理论的 你只能根据他的吸气导引他 最后成为一个高等智慧的生命 导引他逐渐的过度 有些时候是 很多很高的智慧是没办法降临跟你交流的 因为我们的思维意识太局限了 这些外太空人会说我们的人类的脑子像木头 说我们是物质的 说我们的意识是物质的 而我们认为意识是精神的 他说你的意识是物质的 他为什么这样说 他说僵化 死板僵化 就我们的意识层面 但我们觉得我们的意识已经很开阔了 可以奥游啊 太空啊 可以想象力很丰富了 在他们眼里甚至认为是僵化的物质 物质化了 就说人类的意识已经物质化了 所以他们很少去跟你交流 我们只看三维嘛 三维四维最多能理解到四维角 四维爱 对他们来讲 他们可能看十维 十几维爱 然后他跟你交流 十维角度的东西的时候 你是不可想象的 你想象都想象不出 那时候他就觉得 他没办法跟你交流 就像我们跟一只蚂蚁 那些科幻的大片 偶然看一两个 偶然会看到 你看他们那些想象力也还不错 差很远 也还是差很远 差很远 但是他们会推理 但有些他们通过想象来 推理出一些道理 偶然会说一两句 有一点真知灼见的话 但是他的想象的那些 大片的那种光啊 影啊 就完全不大 有些真的不大 你一看就是人力的 带着人力的思维想象出来 里面更多人情的东西 人力的味道 人的像在里面 人的意识的东西操纵在里面 我发现很多 一探紧到信仰或者一段精神领域的 生命终极的这些片子的时候 他最终的在这个道理原理上 总是不能最后给别出一个 就是让人能够很透彻的东西 或者他只是呈现一个导演的想象力 不断地呈现或者一个作者嘛 他有剧本嘛 呈现让大家去各个角度去理解 这个也行 但是他里面说不清东西 不能让人看到这个东西 突然额留一些多维的东西 还不到 就是说明导演也把作者自己的解脱程度 他的水平还没到达那个程度 他写不出来 因为我们星球地球只是在银河系 包括太阳系里边一个星球嘛 对于一个高等文明的时候 他不是只看你一个星球上的生命的 他会看整个银河系的整个星球之间的稳定啊 这些平衡啊这些东西 但这个已经超出了我们人力去 比如说想象就是人力关注的问题 不在人力关注的角度 是不是有些东西一样建出来才成为一个旧世界的力量 如果你能把它想象出来 它也是一个旧世界的力量 人力是因为人力照相 如果在人力的世界去做一件事的话 只是因为人力的角度而设立 所有的方法 所有的借助 所有的东西 都是以人力的处在宇宙时空的角度而设立 都是因为 即使我们来到地球 或者是他们来到地球去帮助 也只是为了帮助人力 然后那么他所做的每件事 只是根据人力的角度而设立一些东西 因为人力的思维意识 通过这些东西可以受益 但是他来到人 假如说一个飞碟来到地球上 他可能他会根据一种 人力在宇宙太空里面输出的地理位置或者角度 他要跟他的星球有一个 比如说对应的有一个通信啊 或者是联系啊 或者是甚至任何他可以借金字塔啊 借一些石头针啊 或者是他是通过一些东西来去定位啊 因为他的在地球上 他假如说 因为其他高等生命 只要他有时空 他还不是缺能的 只要他有时间空间 他有一些东西 他还有他的局限性 只是比我们人力高等 就像我们比猪高等一点 但是人力有人力的局限 他也要做在地球上 假如他会定位啊 做一些很多的基地啊 来去帮助这个宇宙的平衡 他都没什么 你呢 他都没什么 有意思 他就没什么 没什么 我这件事 我这些人 你怎么吃 他人的意识 你不再又救我 来 他人家的力量 你不想 他人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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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